大家好 我是混水 今次就不是买广告 而是有着数要和大家分享 现在我们见到 黄金 Bitcoin 乃至整个加密货币市场 和美股都已经去到一个比较新高的位置 如果你想把握现在这个强劲的市况 去分一杯羹的话 以下我就推介你三个交易平台 全部都是合法合规的 比如好像Hashkey 是小数香港 是可以拿到牌照 合法证监认可的交易平台 只要你在我下面 Caption 和Comments 找回我的优惠码 开户注册 你就会得到一些的开户奖励 然后你亦都可以合法地 用这个平台 去操作加密货币 比特币 或者以太币 都没问题 另一个 就是老虎证券 亦都是证监旗下的 合法持牌机构 只要你开户 你亦都可以 得到没有的 开户优惠 以及 输入那个优惠码 这个是最重要的 亦都可以吃着 现在美股 不停上升 不停那么好炒的 这个浪潮 第三 就是如果你想 在黄金那边 都有一个 好的交易平台 下面 亦都有 明德金融的 优惠码 只要你在 Caption 和Comments 找回那条 连 然后去登入 就算你不炒 它都 亦都会 提供 一个 开户的 优惠 给大家 除此之外 当然也都希望大家多点 comment like share 最重要就是 按一按订阅 小铃 和亦都支持我的patreon 有很多黑幕内幕真相 和30万的 免息分歧 才记都已经成为了过去 现在已经进化 去到 53万以上 甚至乎 是可以 赚credit 赚钱的 那就不单 只是免息 和分歧 这么简单 还可以 好像永组机一样的 如果大家想pay me 点唱打伤 亦都是 非常之欢迎 我自己也都很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 又又又开始了开始了 欢迎各位益友全面进场 我们一开始 继续都是等一等多些人进来看我们的直播先 如果听到我们的声音就感觉一字 听不到就感觉零字 听不到也听不到 不过 大家都尽量给点反应 按按键 搓一下engagement 有些人进来时 可能几年 我看见 消约员也是等 10分8分钟 如果有些人 才能进来 我们等多一阵 我说你在我面前说消约员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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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等一会儿 等一会儿 通常都是需要时间去温暖一下 这个都很少不免的 好我整理一下今天有些什么新闻 好大家 先给个like 打点字 刺激一下那个演算法 还有最重要都是按一按那个订阅的钟 是的 还有 给点反应 说个hi 等多些人进来 我想我们时间都差不多了 我们就 直接开始了 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 拆解经济 继续有我 温水在 在我们身边 有90后投资经理阿妍 阿妍你好 Hello 大家好 一开始我们做回 一点的近况更新 这一段时间我又是病了 每一次 去完出差 然后那一个的差事是比较辛苦的话 我都是会病了 话说我 一年就飞了五天 有两天就去了台北 然后有三天就去了吉隆堡 这一个旅程都可以说是 有金生老来世 因为我在台北看金马战 最主要就是 现在金马电影 我们都恭喜钟雪 他就得到奖 金马影后的这个树荣 我都叫做有幸和他有 纪念之缘 我都感恩 和王修平导演都是 但是 但是 始终我都不是一个电影人 我以前有投资过电影 但是我绝对是跟电影人这三个字 是相许甚远的 我是没有办法 认识自己是电影人 我只不过是一个 喜欢看电影的人 我今次就跟一位资深传媒人 就去了金马展周围去看 有很多周边的活动 我也有幸可以跟小野 和和谭线研究 交流一下 我都觉得是 非常好 也都 终于可以近距离 认识 Vinnie Zung 也是高纤电影院的 Vinnie Zung 也都拜会一下 宅哥 去台湾 有一些大哥的山头 一定要拜 比如杜汶 你去台湾 不跟他打个招呼 就好像以前 那些武俠小说 或者走江湖 你不去那个 帮会那里拜 人 就好像没什么礼貌 那样 也都拜会了 宅哥 宅哥 当然非常好客 他地头 接着也是金马影战 我想他 这几天都是忙得 妈妈都不认得 我看他的IG都很丰富 因为都很多人去 台湾 也都有去找他 那我也都有 见一见 就是今年有 就是今年的电影 就有很多人去关心 其实金马奖 是每一年都有一些短片的 譬如我有一个中学师弟 是拿过短片的 奖的 那我今年也都有一个朋友 是入为了短片 导演和监制都是我的朋友 也都跟他们喝了杯 聊了一会儿 我跟监制有聊天 导演我就没什么找他 因为他都要 周围去跟别人去交流一下 然后就去了吉隆坡 哇 吉隆坡就真是超级劲 因为我们的直播 有时候 24名的阿斐都会进来听 我都感激有一位这样的观众 那我今次就真是在 吉隆坡的广东文化节 带了24名 米其老美神奇屋 还有 MC人就去了吉隆坡那里做show 亦都多谢加士伯 是赞了 真是要多谢金主爸爸 因为去年我跟马来西亚那些朋友 做 我们大家都在 烧着自己的资源 烧着自己的钱去做 那今年就多了 加士伯做sponsor 都要输钱 但是呢 就起码 这件事再做得 规模大一点 漂亮一点 还有 亦都 在马来西亚 曾经的 LMF MC人 24名都是非常之有影响力的 那所以就 也都 整件事真的做得很好 那我觉得我是自己 值得开一集的podcast 去讲 就是我怎样 由零去involve 这一样东西 都是一个奇妙的旅程来的 亦都带了一位同事 去那里 帮忙去协调一下 亦都在 透过这些大型的 我都学到 很多东西 还有在海外做 我觉得是有机会可以大搞的 未来我都 希望在香港那里 拿一些资源 然后再support 在马来西亚那边 下年就再搞 因为 似乎大家都有一个 无形的默契 就是年年都会搞的 上年第一年 今年第二年 然后我感觉 大家的 做evaluation 我们没做evaluation 上年我们有做evaluation 就觉得很好 所以才有今年 今年可能我们要有个时间 再做evaluation 我都希望可以再 input多些 尤其是 香港的资源 我就 想着会不会 下年又再搞得大些 这个都是 赚不了钱 但是就做得很开心的 一样东西 还有很累 所以我现在又病了 真的很贵 所以 今次的节目 就要交给 严厉什么票 你这段时间 还可以吗 市况和你一些 工作上的 安排 是什么样 订劳的 这段时间 转着客户 去到新公司 但大致上 过程都顺利 早一两个月 就在忙着 反而你说 炒股票那边 现在 美股的形势 就有点 高 我都不敢 软 行动 都叫上机轻市 可能有些低位的股票 坐着上来 可能 有少少的吐烟行为 但是有些 货也要先坐着 我始终 看不看 因为你未来说 可能加关税 去到60% 对于中国 你整个 形势又有机会推高 美股 那个 美股的通胀 有些人 甚至有些 夸张的说法 有机会加息 这个 你也预测到 可能在特务 上楼之后 基本上几天之内 就会有些行政手段 向中国加关税 这一方面 我觉得有机会 在市场上 Price in 做的 所以就比较 现在市况比较 看不透 所以就 定一点 我自己也有操作 不过 那个操作 就不同 我们一个月之前 那种 非常疯狂的 Trading 操作 因为 在一个月之前 我基本上 一天都可以做到 差不多近100个Trading 但是现在 可能我每一天 都是排队收货 排队收货 那我就会把我收的货 就在Fortune Insight Prime 那里去说 譬如 有一只我就主力去收 今天都升了一成 都叫做非常之好的 股份 现在港股有一成 已经有利益的 美股 当然就有一种 胆薄胆的感觉 譬如你不断充 Palantir的 你不断充 Tesla的 买了他们的衍生工具 你当然都可以有一个爆炸性的回报 但是这些就真的是 那个risk and return 不是成正比 即港股 为什么我这一段时间 就会 玩多一点 就是 那个Approach 有些不同 如果你有订阅开我 又或者你有基础的 投资知识 你都会知道 即投资 我的那个category 是有两套的Approach 就是一种就是追逐beta 或者一种就是追逐alpha 你读cfa都在读这些东西 所谓alpha就是追求绝对的回报 然后beta就是跟市去炒 其实美股就比较像是beta类部分 就是一些跟大市相关系数比较高的概念股 就是市一升 他们都跟着去升 或者概念一升 他们都跟着去升 他们就很beta类的股份 比如AI 它牵挡整个大市 然后个别的股份也都 又会升 其实他们的相关系数很高 那一类就升得很好 alpha类 就是eventry fund approach 比较可以理解的那个category 我自己 现在在港股那里 我不炒市 我现在是炒股不炒市 所以那些跌到妈妈都不认得 或者跟大市跌 很多人现在都说阿里巴巴 输到妈妈都不认得 然后昨天新世界又被 踢出了蓝筹股名单 其实跟高位都差不多跌了一半 他们 这些曾经都叫做高beta的股份 我从来都不太玩 我都是 玩回自己的那一套eventry fund approach 在港股那里 慢慢去捕捉一些 可能是私有化 卖盘 卖壳 派特别息 等等的股份 现在都ok 那一帮或者那一类的股份 就全部都是炒股不炒市 所以暂时 港股仓是ok 现在都先收拾一些仓 腾多些空位出来 做一些部署 当然都有一些cash 所以大致上市场都是这样 至于加密货币 如果说回很短线 这两天是回了一点 我觉得都是那句 如果大家想玩加密货币 在香港合法地玩的话 你只有hashkey 基本上 因为其他都有一些交易所是available的 但是你在hashkey那里开户也有一些开户优惠 我的同事也会把开户的优惠码 放在我们的聊天室 caption 和comment 基本上你又有好处 我又有好处 大家是相互有好处 所以 开了一个户线 金也有炒上落的空间 其实金很好玩 金因为有机会泥花乱 和以色列停火 亦都使得金的走势向下 但是炒金那些人 其实他们是重视波幅的 他们不是说 比特币那样 比特币很多是信徒来的 buy and hold 但是炒金的那班人是上升落落的 亦都有另一个合法的交易所平台 推荐给大家 就是名笔金融 那条link也都放在 Caption聊天室 还有 我们的comment那里 开户就应该是有 50元美金的优惠 那你就有理无理都先开了个户 那之后再 看看有没有时机去 放钱进去炒 但是你开户就有好处 好像hash key 或者老虎证券 你先开户 你先赚了那个优惠 那之后再放不放钱进去炒 就割下借理 那我觉得 这一个都是 make sense的一个approach 那其他大市上面的东西 阿妍你有没有什么看法 现在就吹得吹吹扬扬 就是比特币 虽然这几天就回了少少下来 但是你说真的回那个幅度 其实真的不是很多 最高位是99,300左右 没有记错那粒数 现在应该是纽约4000左右 其实都是一个 相对高位 如果你隔了这些位置充 其实我的意见 都跟上个 礼拜差不多 都是有少少危险 但是如果你说真的有一个 可能 稳定点的心得 去做月工 那现在可能买第一柱 这个是 都没问题的 但是你说真的 突然间 可能你借钱也好 将自己所有身家 卖下去也好 这个位置 都是相对这个危险 那我就不是说 它之后就不会再升 就是短期来 但是 现在都叫一个 相对上的高位 如果你说你低位 有些货 现在坐着了 这个是合理的 但是如果你现在 先见第一个大注 这个就是 不是很建议的 这个做法 其他就是 美国唯有我的看法 都差不多 刚刚说了 港股就是 始终大市气氛 都是 现在19,000点 比起 一两个月前的高位 两万多点是一个 的回落 还有现在整个阴霾 都还在 特朗普加关税 多不少都会对香港 那些影响 就是你看到当日 特朗普当选 港股是突然 插了一棍 其实整个市场 都预望 特朗普的施政 对于香港 整个形势 或者股市 会有些影响 所以这个也算是 香港现在股市 其中一个 阴霾 所以如果你还 继续炒一些 可能大市 向的股票 这个是有点危险的 但当然 不是完全没有 一些的 赚钱机会 一些其他股份 都会有升的 但要是 有一些精明的眼光 选择到那些股票出来 才是合理一点的做法 没错 所以 就在 阿妍 他现在 正在做的 资产管理里面 你如果有任何的 兴趣或者疑问 都可以填一填 将Google 放 找一找 阿妍 让阿妍 可以 和你做分一个 莫问问切 让他可以了解你的 投资水球 如果是 想了解我的一些看法的话 你也可以订阅我的 Fortune Insight Prime 这里也说了一点 就是最近我的Patreon 就出了事 就是有点像 我现在被人 吃了的状态 我是中了 那些community standard 所以现在 都在 在 如果刚好有我的 读者朋友 你是 同一时间 是我Patreon 的用户 的话 不用担心 我们现在是 尽力 在補救 那个问题 就是那个 平台无端端 搞够我们 我现在都在找方法去解决 第一个解决的方式 就先开了个二台 那个二台就是 会提供类似的内容 所以大家可以转过去我的二台 另一个就是我现在现有的平台就是Fortune Insight Prime 我可能也会将部分的内容 导引过去 这个就希望可以 解决 那个的东西 我们也跟 Patreon申请额票 最近都出了一些事都有少少是无可奈何的 那么 大致上是这样 我想 我们可以 回到下一个 的题 我们来看看这篇先 关税那边有 细节的新闻 最新的消息就是 美国 特朗普就宣布 决定在现有的关税基础上 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10%的关税 同时将对墨西哥和加拿大所有的进口商品 加征25%的关税 这个新闻出了之后 也可能有些 出乎意料之外 因为有什么理由 只是对中国加10% 因为它事先 说明是 加60% 那时候其实人们都在猜 究竟是加到60% 还是 加60% 因为其实现在 美国对于中国 都有一堆的商品 是正在征关税的 例如这些电动车 就是正在征100% 100%的关税 这些太阳能电池 就是五成 钢铁就是25% 铝也是25% 如果在这个基础上 再加多 60% 即是六成 的话 对于中国那些 的商品或者生意 真的会有个 致命性的打击 但是这个也不重要 因为这个是 美国的国策 就是 特朗普就是令美国 最劳强 他觉得这个 关税政策 有机会将一些的工厂 或者是 解决本地的失业问题 所以这个都是 未来几年的一个 叫做应该 不会怎么改变的一个事实 没错 加关税就是 特朗普 重点的 方针 现在 他的内阁里面 都是 不乏一些 对华 鹰派 所以 我想 整个 策略 对于中国 或者香港 来说 都会有 少少 负面的影响 但是 那句就是 我们是炒股不炒市的 如果港股 去跟大市玩的话 无可否认 那个难度都比较高 但是我们炒股 如何去赢呢 譬如 我们会捕捉一些 坏消息 当好消息 炒的一些机会 例如 我想最近都可以说 说一说 有一些股份 他们 是会因为自己没有公司 缺乏 流动资金 就去问 子公司 去拿钱 然后就逼 那些子公司 去高额 派一些的特别息 而派特别息 对于市场来说 就是一个 好的讯号 因为就是不单 大股东 会 傻傻了 其实 小股东 都会傻傻了 就是因为派特别息 就是所有股东 都人人有份 永不乐空 我们会捕捉 这些 派特别息的机会 亦都会 有一些公司会 卖盘 你卖盘 其实亦都是 因为市差 你做不住 所以才卖盘 但是卖盘 卖盘 在这个市场来说 是好消息 就是因为你会用一个日价 去卖盘 反过来私有化 也是 通常都是股价低层 然后有一些的大股东 或者大股东的团伙 又会 unass 私有化 又是 在市价上面 买一个日价 Premium 去做一个收购 我们就是捕捉这些 这样的机会 炒股不炒市 所以在香港股市 反而这些 这样的机会 是会越来越多的 就是因为当经济越差 就越多公司 是需要周转图现 越多公司 想派特别息 同一时间 亦都有一些 做不住的公司 就会想去买盘 亦都有一些公司 就想私有化 所以 地球越暖 我们那一套 就反而越劲 这个就是 一些 特别的想法 可以和大家分享 你看你想知道多些 就找一找阿妍 填一填 将Google form 去联络一下他 加关税 如箭再燃 刚刚新闻也有个说法 引述了某一个经济 说一些 奔泰尼的 输入 令到美国 那个 毒品滥用 就严重了 所以就要加回一个惩罚性的关税 类似的说法是这样 其实 芬太尼 就不单 是 影响着美国 是整个北美 都受到很严重的影响 上个月我就去了加拿大 出旅行 公港 亦都去了 温哥华 一些 所谓很多 道友的 街道 轻轻 駕駛车 走过 真的很夸张 他们吸食芬太尼 吸食到 在街上 真是全部 软弓坑位 亦都是有很多遮掩 遮掩着他们 吸食芬太尼 的时候的那种状况 然后 在一些 新闻上面 都看到 大概是 几个月前 不至半年前 他们是 想弄一些 类似 Chamber 这样的 东西 类似 电话亭 就是当那个人 吸食芬太尼 吸食到这样 的时候 可以进去 打电话 求救 但是当然 这个政策 就很快 给当地的居民 是有一个 很大的 控诉 因为他觉得 你弄了这些 类似电话商的东西 反而是 有到更加 多人 去吸食芬太尼 因为 变上 他 死亡的风险 小了 有点像 经济学 经常都会 拿Emman Elshian 那个的例子 就是 他会 觉得 有 安全带 是会 令到 那个 交通意外的 出现率是提高的 因为那些人会放松了 松懈了 在边际上 他们会愿意承担多一些 超价的风险 然后就诱发更加多的 交通意外 在那一班的当地居民 也是有一个这样的想法 就是 如果你弄了一些这样的清白 令到那些道友 发现就是 我吸到 都不是那么容易死 会不会有人救我 又说呢 他们就会再吃多一些 又或者又会再叫多些人 去吃多一些 又或者一些 marginal user 都会愿意再吃多一些 或者一些 intra marginal 的人 都会愿意 变成一些 marginal user 令到整件事 就会 escalation 不断 恶化下去 所以呢 Anyway 有一个这样的说法 但是 似乎 Mega的那个中心思想 都是 美国的主流 你加关税 就一定是会加的 但是 对上 的一个任期 你会见到 Donald Trump 是 一手 萝卜 一手棍 有时候他是会 用软有时候也都会用硬的 这个就是他和 其他一些 威权国家的 统治人去 谈判的时候会用的 两手 准备 那他一开始就在 政綱那里就开天杀架了 就说 至少六成 那到最后呢 我觉得未必是会去到六成的 就是你去到 三成 四成都已经是一个阶段性 那如果去到一成的话 就直接 当是赢了 但是加 就加硬了 但是你就要看 市场 怎样去 price 那种预期 那万一 现在 市场是 觉得 要加六成 去到最后呢 turns up and up 只是加三成的话呢 其实都已经是好消息来的 对于这个市场来说 所以就 有很多的要点 这里都可以 和大家 谈判一下 这次想介绍在现在这个市场里面 几有趣的两套 股票策略给大家 第一套股票策略呢 就叫做 Event Driven Approach 中文就叫做 事件有道 炒股方法 如果大家对于 港股美股 现在一个很艰难的市场 是有些不知所措 希望可以学多些东西的话呢 那你就可以联络一下 90后投资经理阿姨 填一填那张Google Form 那张Google Form呢 亦都是放了在 Caption 和留言那里 你可以找他联络一下 不需要经过我的 另一个呢 就是TraderK的AI炒股方法 TraderK呢 近年就研发了一套的AI炒股系统 这一套的系统呢 亦都是 拿了科学员的 奖项 亦都进注了在里面 莫言之已经得到 业界的认同 那这一套的方式呢 似乎在现在这个市况里面 可能都会有一些 有趣的效果 可以带到给观众去了解和认知的 如果大家对于这一种的 炒股或者资产管理的方式 都有兴趣的话呢 亦都可以填一填下 把Google Form 去找一找TraderK 让他去和你分享多些 他的股票心得 和这一套系统 AI的技术 如何在现在这个市况 可以制敌 和出其制成 首先呢 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多些 comment like share 我们这一个 平台 这个平台 是刚刚才开始 营运 亦都好希望 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 最紧要就是 按一按订阅的 钟仔 这一件事是非常之 紧要 如果我平时 喜欢看开我的视频 亦都多点去看 多点去loop 最紧要就看完整条片 那我就无言感激了 除此之外呢 我们亦都有一个Youtube 80元的会员计划 这个80元的会员计划是会解答 大家所有的问题 所以feel free去问 我们每一个礼拜都会有一个 专有环节 去解答大家的问题 你问我们多少条问题 我们都是会解答的 你问我们100条 我们亦都会解答回100条 所以是非常之划 除此之外呢 我们亦都有一个pay me code 就放了在影片的左上角 就算在留言和caption那里 都可以见到这个pay me code 和pay me link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影片做得好的话 希望可以打赏一下我们 和亦都可以有一个点唱环节 只要你在pay me打赏里面 包括一些你想讲的信息在里面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借这个平台宣扬开去 这是一个点唱服务 我亦都有一个patreon的订阅产品 最近比较受欢迎 就是教大家怎样 利用52万的信用卡 免息分期的才记 而且还可以有15万 乘住不需要找的这种方式 去帮大家度过这个现金流的难关 这个产品都非常之受欢迎 如果大家有兴趣 去在现在这个市况那里 知道怎样可以增加自己的现金流的话 亦都可以订阅我的patreon 除此之外我的patreon 亦都有一系列的 国际关系的分析文章 经济 是金融资本市场的黑幕内幕 亦都是有很多的podcast 影片 和我每个礼拜都会有一个爆黑幕的特备 专有环节 还有文章 和有ebook e-magicine 是给大家 去了解一下 这个世界发生 什么事 Patreon之外 我亦都有一个 Fortune Insign Prime的订阅产品 如果你想了解多些 金融上市公司方面的 分析 或者财技上面的 知识的话 就可以订阅我这个产品 亦都可以看到 最近我的股票上面 或者加密货币上面 有什么的部署 还有我自己亦都出了七本书 如果你对我七本书都有兴趣的话 亦都可以PM我 又或者 去回我的一个卖书的网站 去多多支持